毒再怎麼小心翼翼呢 還是躲不過警察 看到了海巡署高雄茶器隊破壞的這個毒品案 本來在這個住處呢 是左搜右搜啊 都翻遍了沒翻到 再看到他的車子 裡裡外外還是沒找到 最後引擎蓋一打開 竟然看見這個四方形空間的被用電池座 欸 毒就藏在這個裡面 自以為聰明的藏毒 新招還是被警方給識破了 茶器人員接獲現報有毒販 從北部運毒到高雄 大批人員到嫌犯投訴的汽車旅館搜索 房間通通搜過一遍 嫌犯女友的包包也沒放過 一無所獲 茶器人員轉而搜索毒販車輛 但從車內前後座搜到後車廂 幾乎快要翻遍整輛車 茶器人員累得會汗如雨 卻絲毫沒有線索 最後掀開引擎蓋才可見毒品 小滑毒販突發奇想 把790公克的K他命用紙袋包著 藏在引擎旁邊的備用電池座 前面自以為聰明 一度以為逃過一劫 站在一旁沾沾自喜 那個我們一般國安車 很難得就是說會看到說 剛好有這樣一個四十雙方的洞 剛好可以讓他放一個 那個 那個手機紙袋 運毒名車價值三百萬 雖然運毒不到一公斤 但法院認定名車是運毒工具 法官罕見的裁定 沒收運毒的百萬名車 專門新聞成股民包經營高雄報導 那種